所以对这一次的疫情防控工作呢 我一直是在亲自指挥 亲自部署 现在是 我是要阴性 他也是阴性 我们一家都是阴性 你们把我拉到风仓医院去去干嘛 这个没有在上海 难道没有工法可言吗 我现在就通知你 不是开玩笑的 授予中南山共和国勋章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 2020年8月11日 中国是一个法治的社会 是有法律保障的 你把所有的阳性报告冲击给我 阳性的报告给我 没有报告 报告我们确认过了 我给你们看 我是阴性 你们现在说我是阳性 张柏里 张柏里 人民英雄 指导中医药全程介入 新冠肺炎救治 主持研究制定的 中西医结合疗法 成为中国方案的亮点 为推动中医药事业 传承创新发展 做出重大贡献 但是我们是错误的 我们是受害者 你知不知道 机构数据哪来的 是医院给的吗 你们把阴性要带走吗 首先判定的人是 必须是阳性主案 我跟你走 但是我是阳性 我走你走 张定宇 人民英雄 扎根医疗一线的 杰出代表 作为禁动症患者 疫情期间 仍义无反顾 冲锋在前 就此扶伤 为打赢湖北保卫战 武汉保卫战 做出重大贡献 陈威 人民英雄 长期从事 中危害防控研究 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后 文令起动 在基础研究 疫苗防护药物研发方面 取得重大成果 为疫情防控 做出重大贡献 我没有办法说 我记得通常 我就逼人阳性 我打百分之后 我问你 真的还有你吗 我现在是阳性 你跟我讲 我是阳性 我们人们朋友们 在过去的 八个多月时间里 我们党 我跟你讲 我没有看到 我的阳性报告 而且我有电话录音 全部确定 我是阳性 团结带领 全国各族人民 进行了一场 惊心动魄的 抗议大战 你们警察 能够有这样子来 执法的吗 我是阳性的 你们阳性 我也是阳性的 经受了一场 艰苦卓绝的 历史大考 政府就是这样 党就是这样子的吗 你预议你们 就是这样子来的吗 付出巨大努力 取得 抗击新冠肺炎疫情 但是你们的命运 是要是正确的前提下 斗争 重大 战略成果 要是我们确实是 养性情无效 我没有 我们坚持 人命至上 生命至上 我的报告是阴性的 我没有办法跟你走 用一个多月的时间 初步遏止 疫情蔓延势头 我现在如果我是养性的患者 我可以跟你走 但是我是阴性的 我怎么跟你走 用两个月左右的时间 那代表怎么办 那阴性不变成养性吗 将本土每日新增病例 控制在 个位数以内 我去了方船 你把我活活地 逼成养性 你们要干什么 你们在这 用三个月左右的时间 取得武汉 保卫战 他不是养性 为你打过公立电话 却为你 62岁啊 你们高达62岁的男性啊 不是养性 湖北保卫战的 决定性成果 我的分球很简单 我就求求你们 把我iPad一直负责 我负责 如果我是养 我秒秒钟 跟你们走 静儿又 接连打了几场 局部地区 聚集性 疫情 殲灭战 我真的知道 没有必要 但是我是一性 你们为什么说 我是养性 夺取了 全国抗议斗争 重大战略成果 我有报告 你们有报告 我们一家都引进啊 等一下 中国的抗议斗争 我有报告